有很多事情不是你創造了所有的 都是要兩邊的 你很簡單 你給回證據 你之前也有講過 我們看報紙也知道 譬如有些廣告辦的官員 都一直跟民主黨有接觸 譬如馮麗等等 實際上現在香港這樣的局面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心痛 不是說只是針對六八九一個人的問題 而是對於整個香港的管治搞到這樣 倒退的速度那麼快 那種粗暴野蠻的方式 現在已經是一個人心在危險 我覺得再下去就會變成了 就好像六四之後 拿太平門爭取居英權一樣 如果再容許局面爛下去 我相信很多人會先安排子女去外國 送他們去外國讀書 這些都正在發生的 現在的人是這樣的 現在的人是賣去台灣 很多人是賣去台灣 但是問題是這樣 如果對那些犬儀的人 如果是說很多人 去到他們又會覺得很不舒服 台灣就打架了 這個立法院 你明白嗎? 台灣剛才打架了 立法院 所以這個世界 你離遠看 就覺得讓得很好 去到每個地方都會有問題 現在對香港來說 目前當然可以有很多事情做 不過我只能夠說 很多時候有優先的治序 目前來說 我們要保住被DQ的人 眼神的最重要 對 什麼都要浪費 所以你問我 未來這幾個月 我們這班人會盡量幫忙 找法律界的人 第二件事不是先去DQ 梁振英嗎 DQ 我們有一個人正在做 我相信他會得到批准 因為他也想得很通 他說梁振英 你沒有說這兩個字 為什麼 有人正在做 聽說他申請了發援 他也很能言善變 郭卓堅 你不要管他 是阿伯 是福恨王 你問他 他說他無心 你怎麼知道他無心 你怎麼知道他在Facebook說了什麼 你怎麼知道他手上說了什麼 有沒有他的信 有些人聽過他說別的東西 他是有心不要香港 你明白嗎 他叫鎮英就知道 日後才說 你明白嗎 所以他就說 贏的一起贏的一起輸的一起輸 是 就是這樣 最後來DQ他的方法就是 我剛才說的 除了郭卓堅的個案 另外就是在選舉委員會選舉 接下來是星期天 11日就是 你是想做其中一個選委 法律大選委 是的 要申報 現在申報 有沒有經費沒有嗎 沒有 我想問一下 策略上你覺得 整個泛民是否不應該出人 還沒談 還沒談 沒有談 沒有談 星期天投票 不是 不是 應該出人去選特首 當然是 還沒談 還沒人有一個泛民 你自己看過呢 我不贊成出 你不贊成出 為什麼 你選過 我記得 因為在這次來說 沒有上次兩次的意義 上次兩次的意義 第一次是梁家傑 第一次是你 第二件事 用來展示我們的立場 上次兩次都做了 這次在八三一之後 我們覺得 我們不應該做 第二 就算泛民出兩次 你們在民望 民調裏面 都顯示 支持是相當之低的 都不是這樣 上次兩次都是 上次是因為他 所以民望支持低 可能 梁家傑那次都是低的 梁家傑那次都是低的 梁家傑低還是你低的 都一樣低的 香港人都很聰明 因為他知道你陪跑 香港人懂得分票 立法會可能投票他們 或者其他人 但是在特首裏面 大家都知道 非建制派絕無執政的能力 所以 忘了它 不過我很想知道 何俊仁 就算泛民不打算派候選人出去 現在市面上流傳幾件 又是CY 又是兩件性憎 又是法官 又是葉劉之類 你們手中 有沒有人選 搖頭探飾 為什麼呢 不用解 還要我解釋這些 有誰是投得下 真是不用 那誰是安全的 兩害雙行取其興 到時候 這個才慢慢再說 這個我們真的未談 你心目之中有沒有 哪一件順眼 我剛才說 哪些很不順眼 哪些很不順眼 除了689之外 最慘是689對掃碼頭 這是最痛苦的事情 現在最慘 最慘是 如果整個曾鈺成出來 就是一個王毅欣浩蕩 大家知道是共產黨員 搞到有一天 整個共產黨員出來 你一個人都欣然接受 就是香港多悲哀 不過這樣 當然 我明白 不過何俊仁 但是共產黨員也有很多種 我們冷靜點想想的時候 在沒有選擇的時候 會不會比較容易溝通呢 曾鈺成呢 我告訴你 曾鈺成無論如何都好 一定在大事問題上是歸對的 這個不用說 無論曾鈺成有任何人選到特首的 一定會是這樣 就是這樣 最多他就是軟性一點 我很多事情都想問你 休息一會兒 然後再說下去 你頭疼痛了 有沒有痰痰 我還有幾條問題 很想問你 好 我們再做到10點 好 幫我站在一邊 屬豬屬狗屬 求靈命便 生死有命 富貴猶天 人工又不加 樓又買不到 沒理由被人拿著這條東西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不死 你儘管挫我的命 我條命越挫越硬 身為路漢 當然有奪命殺手 我們是鬧鬆 人人都是鬧鬆 我們再不奮起反抗 我們真的被人奪命了 如果我們認命 就不是香港人 香港人 你為何要應命 決命鬧鬆 不管你是姓什麼 又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 還有什麼是不管的 三不管是一個 沒有邊界沒有限制 自由自在的地方 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文化 電影 旅遊 建築 書本 什麼都說得 星期六 四至六 三不管 我劉細良 我 鄺詠宣 盛在見 東西 海洋 八千 五千 六千 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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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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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這個人對我們來說,完全沒有什麼特別的振奮作用 這就是一句話都說了 所以如果用這件事來分化,就只有淡笑 還有更加一件可悲的事,是否六四事件已經淡化? 無論有多少萬人出席燭光晚會,其實是淡化了 所以根本現在中共都不在乎了 你什麼資料,你跟人那些可以回來了 他是沒有辦法能夠使出六四的燭光集會,將他消失 他做不到,因為他自從二十年前,董建華上任以來 都是在說這件事 要求托人要求拉屬,那個結束支援會 後來我跟他就證據談判,他都想說你可不可以表達的態度 慢慢淡出支援會,根本就說不用談了 如果你說這件事,我起身 所以他們都知道,很清楚 他們都知道,來的市民是一片擔心 你可以說他們很溫和,但是他們就是這股心 這股熱性,他們是不會消退 雖然這麼多年,所以我想他做不到 但是對他來說,他又不覺得馬上會使他死 打了一條刺,就刺住他 就像法輪功一樣,香港就消滅了他,不行,做不到 這是另一個問題,關於法輪功的 你從政了三十年,一定有些人是朋友的 老友的,是有愛的 也有些人是有恨,你很不喜歡的 那這些人在建制派裏面有沒有呢 泛民那些不說了,大家都認識的 在建制派裏面有沒有朋友的 我的人是這樣的,我是很少對人有仇恨的 我所痛恨的是很多人的行為 或者是一些人格 但是我永遠來說,我不會特別是仇恨某個人 當然我知道有些人是看上去 我會知道他比較惡毒的 做的事可以什麼 有些人我們要去小心他 但是我不會對一個人特別有恨的 沒有什麼很大的意思 對我來說 但是我要分清楚 分清楚,有些人我們要小心 哪些人呢,哪個呢 不需要說名字 但是問題就是 給點貼士吧,我很笨 綠合彩都要有貼士吧 男還是女呢 其實大家都會看得到 對香港的傷害 那六八九就不用說了 你給我這樣的貼士 只有一倍一倍率 1.1倍率 不用了 我覺得都不是太重要 點不點名 那好啦,何俊仁呢 就是很人厚的 厚度啊 他不開名啦 不過有... 很簡單,你不開名,我問你 你信不信林鄭? 信不信她? 是 她就扮得跟民主派的關係很好 我都能夠說她變了很多 她人 即是你都觀察到 我觀察到很多 我認為她不是觀察到無求 當然啦 一個無求的人,當然要懂得高地 第二 她是... 不會好像以前做的公務員那麼單純 她現在厲害了很多 當然啦 其實你跟她認識了很多年 所以,如果她將來... 有沒有二十多三十年 你入立法會已經認識她 她是社會處長的時候 剛才她還低級 父母局 那她是李永達的同學 她是楊心同學還是李永達 李永達 她小時候很多年 是呀,她說她跟著社會服務團 她肯定拿不到掌聲卡 那你對胡蘇貞是怎樣的? 如果有些人覺得胡蘇貞很好 也是挺悲哀的 是啊 為什麼呢 他最多... 最多她是... 不會是一個很惡毒的人 但是你不覺得現在遊戲就是選角 不要那麼毒就算了 是啊,但這個是一個很客氣的人 可以說 ABC這件事是... 那些人的一種主觀願望 有可能是這樣的 有可能是這樣的 到最後 真的有很多人就說 你不如投一個沒有那麼壞的人 有可能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沒有... 即是選亞姐一樣 你怎麼可能選到麥明斯的亞姐 你當然選一個龔雪花 你在龔雪花和... 一個沒那麼醜樣的之間選擇 特首選區又跟亞姐選區差不多 然後我想問你 那... CY的不好的事情大家聽過 我反過來問你 那CY有些什麼... 你小心點說 他就會... CAP了你就拿來欣賞 你小心點 是不是真的一無是處呢 CY有時候會幫助團結了民主派 哈哈哈哈 OK,可以了 這句真的正確聽了 那... 在靈環的時間不是很多 那我真的想... 這個港獨派或者本土派的形成 當然是有個時空的 OK 有個客觀環境的 其中一件事 我很知道你對中國很有感情 你對中國人民 中國的大地 中國的文化 很有意外 但是我對這個世界都很有感情 我知道 你知我曾經是做過國際特社會的秘書 我是成立香港分社 我幫過... 中共不老理這些東西 幫過印尼... 印尼國際特社會 不是,幫那些政治犯要求釋放 那時候我也做過很多工作 所以我不只是... 我那個... 正義沒有國際 我終於發現何俊仁是什麼 是這個叫... 雙膠合璧 左膠加中華膠 是最膠的 因為左膠才會幫其他國家 大愛的那些 還有一個叫...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我也很厚度不說出來 哈哈哈哈 不是傻傻 是傻傻 好的 那些年輕人不滿 就是在市面上 我們說現實 就是部分大陸來的人 英文叫... they don't behave 他做很多事情 是不私服賴色的行為 不文明的行為 對 爭啊 不排隊啊 大小異變啊 不在適當的地方 這些事情 其實很多人 尤其是年輕人 是看不過眼 而這件事 是其中的原因 導致呢 是本土和港獨勢力興起 因為從前所說的 中國人民 吳土吳民 現在對年輕人來說 是沒有感染的 叫做黃土黃民 是的 你怎樣回應 其實就不只是這些 他還有很多事情 是壓迫 以前對中共不滿 不是對人民不滿 還有很多 在大學裏面 很多內地生來 是吧 大家珍得住 又拿了工作的機會 拿了宿舍 然後又買貴了樓 是很多事情 不是這麼簡單的 那些來的人 這種行為 就是一種缺乏 文明教養 文明其實都是 怎麼說 是普通生活上的文明 他們缺乏這件事 其實 那些不是壞人 他只是不懂這個禮貌 不懂這個什麼 但都很滋擾 正正就是 那些人的感情就是 你不用這麼生氣 以前七十年代 一本子來到處哭了 真的嗎 你問問老闆人 你不可以這樣比較 人家都是衰的 我們就衰 我告訴你 那時候你不會覺得很討厭日本人 很討厭日本人 很討厭日本人 很討厭他其他東西 不會是因為這些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 可以經過出來之後 他會學習得到的 但有很多問題 如果本質 如果本質 你告訴我 我對大陸的人 最令我感到 相感的地方 不是這些東西 是什麼呢 對人 沒有一種 最誠實的這件事 他是沒有這個重視的 即是沒有道德 即是說一切東西都是功利的 他做到就可以了 所以誠實 是否需要說真話 有很多事情 即是不善私 是的 等於拜神 因為我神都拜了 他沒有屍體 品神沒有居真 那些人是很容易說謊 所以我們那時候 有一個笑話 在香港說 如果逢是 逢是 逢是 上庭作政的人 就 信鬼佬 多於信中國人 如果中國人來說 信廣東話 就多於信普通話 是這樣的 很不幸 很不幸 所以普通話 已經七八成不信 只是這個因素 足以年輕人犯 這就是第一件事 當然是文化大革命 但我始終覺得 他不可以消滅了 一個社會裏面 有一些優秀的 有些好的 優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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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一下 在八九文文的時候 五六月 全北京是最好的 最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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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互相尊敬 野不庇護 路不拾迷 沒有人打架 互相禮揚 互相關心 人就會受到大的環境改變 正面的無政府主義 正面的無政府主義 不是負面的 那些人應該很壞 在文革的時候 有時候受到大環境影響 最壞的時候 就是文革的時候 廣東 廣西可以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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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家居的人 劏開他 分成五狀來吃 但是 社會可以這樣 所以 人是 民體 有時候很受到環境影響 我們中國經過文革 在共產黨的管治之下 人的價值很多被扭曲了 人性很多被墮落了 這是他們整個國家 整個民族 面對最大的問題 環境的破壞 是要下兩代找數 但是人格 價值觀的破壞 如果我叫你講一句 對著廉政說 如何去看待大陸人的部分 不太檢點 你會怎樣說呢 沒有 你不是當一些鄉下出來的人 他們不懂 鄉下出來的人 不明的行為 那些人可能是善良 他們不懂 以前 共產黨打進城市的時候 那些座廁要來洗碗 那些事情 這些故事聽得到 嘩 你還不是肉畫 你連游慧晶也是同一條水 好了 結束之事 你對於共產黨的廁所來洗碗 我們要讓觀眾透露 何俊仁申報香港大學畢業 原來還讀的一家叫自由大學 請問你不再嫌微 根據我看你的回憶 他在家裡讀的 就是謙卑的奮鬥何俊仁的自尊 讀完沒有 其實社會就是自由大學 社會就是我的自由大學 讀書是不實行的 但是你平時一路都還有看書 也有 還有 一直留著看書 是的 這麼多年 我相信有些人還更新過 以前那些 是另類律師 說major是什麽的東西 原來他發覺這二十年 都沒有看自己行裏面的東西 反而我還告訴他 二十年來有什麽巨注 所以 這個龜慢慢走 我都要繼續向前 有一個兔子就睡了覺 所以學問就是這樣 一生人都是追求之中 你絕對不是龜 你的步伐是很健的 好 好了 今集的時間 差不多 很感謝何俊仁上來 和大家 即是否白 由他這個 御科年代 一直走到今天 是 我相信都很難得 真是 一個共產黨管治的中國 經歷過 即是我自己所見的 由文革走出來 然後改革開放了十年 香港人當鄧小平神那麽拜 然後六四開槍 整個破滅 亦都是所謂最低潮 其實當時支聯會 那些很傻的 燭光晚會 頭了幾年鬼去 九五、九四 很少人 九七又更厲害 不是的 你試試看 1949 我去到這麽多年 初初很慘 大家都不想去面對那件事 好了 還有一件事 在1989的時候 籌了幾千萬 有很多人說 應該用來買槍 買軍火 有人說要擠題 有人說要擠題 就是這樣 所以是這樣的 時代有很多人很激情 但是維持到多久 說擠題已經很快 是嗎 Q仔想做你這麽豐富嗎 如果給你有機會走過 有哪一步 你會覺得 你可能 可以走得好一點 走得好一點 那太多事情可以做 說一件事給我聽 趁這個機會 待會吃飯 你問我 我是太遲了解社會媒體的重要性 就是這樣 那你今天才說 如果我 如果我 在2011年年 多些用網絡來解釋 可能誤解會少一點 或者多些跟林青人對話 林青人也有的 但是問題是 你沒有媒體這麽厲害 我去一個演講 五六十人已經很好 很感動 怎料現在隨時一個網台 我隨便去做 就知道 隨時過晚 我現在在做一個節目 很普通 可以每次都有幾千人聽 我覺得原來網媒這麽厲害 那你便會來 還未遲 是呀 我原來有很多機會 那你的媒體 話說你一個中環交交 你一個左交 是 但是大體上的那條路 我是義無反顧的 走到那裡 你會不會覺得 你好像《苦戀》 白華寫的那本書 還有那部戲 《苦戀》裡面 對中國那種感情 是一種苦戀 不是 我是 你愛國家 國家我愛你 其實我 我不想用佛家字眼的慈悲心 我反而覺得 我的人道的精神 是 體現出我對生命的關懷和愛 這個生命 不只是中國人 當然中國 是我比較熟悉 有多些感情 等於我對家人一樣 你不會說我對家人 為何對家人這麽好 我對家人好 是很賤的事 我在區長大 我對區裡面 多些關心 我在鄉下 你不是在村長大 你會多些關心 多些感情 是很賤的事 那中國我是 對他的文化 對他的歷史 我有一定的認識 還有我有一定的感情 我對他的文學 對他的哲學 我對他的哲學 我有一定的 我想問到最後 到最後 我對 何俊仁看很多書 你們自己有機會看看這本 我對動物 他真的認識很多東西 動物我也是關我 這個不是很知話 動物的權益 我也是一樣 對環境 一切都是這樣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看過華叔的本 大江東 有 其實你看完之後 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麽 最大的感受 看到一個人 很立體地 他的人生 他的經歷 他有很多轉折 曾經是一個 差不多變成一個組織人 後來他有一個很大的 有反省 大江東 他這樣說 他是誠實的 我覺得 他不隱瞞 曾經是青年傳 而可能差點入黨 也不隱瞞 他很多 他的中間裡面的過程 他的奮鬥裡面的過程 所面對的這種情況 不過整體上 他有一個 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尊重 在人格方面 也是他的智慧 他的處事 他的智慧 他的判斷力 都是很值得我們去敬佩 其實會不會回到 一開始我們講 許冠三的時候 當你一個人 一個知識分子 有獨立的人格 獨立的思考 你有一個所謂 intellectual 的 honesty 其實根本是 共產黨是容納不到這些人的 嗯 就是這樣說 用那一句說話 這麼sweeping 去說 大者信高利是對的 因為共產黨是以權力 權謀 至上他要維護自己 但是問題是 到今天他的管治 他不能夠面對一些現實 他不會好像 他最終 對他來說 他想知道現實 然後讓他更好的租控 有什麼問題 你不要以為 他不等於他不聽真話 他聽真話 但是他想使他更加了解的現象 然後讓他更好的控制 中國的知識分子 正正就是有一種 希望影響到權力 影響到共產黨 而結果你看回頭 我覺得華叔當然 他是一個反省 所以他距離共產黨 但是你看回頭 從50年代 哪一個被共產黨 迫害到加散人亡的人 的知識分子 哪一個不是想中國好 你從梁壽銘開始數起 鄧托 吳暗 一路數下去 老舍 到這個 儲安平等等 一路延安時代 黃實名一路數下來 其實他們的中國 和你沒有分別 其實我覺得是 是啊 但是結果 就是當你遇上一個政黨 他是以權謀 以鬥爭 以權術 以操控人心 manipulate 作為一個手段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我要結束黨專政 這些黨不能夠讓他專政 我也不會入這個黨 你明白嗎 就算你給我 是不是應該distance from他 我意思是說 什麼叫distance 你當他不存在嗎 是啊 這不是說笑 你怎麼可以當他不存在 你可以當香港政府不存在嗎 可以的 你可不可以不拿你的護照 不是 不存在的意思 當然是說 實際上 我不喝他的水 不用他的碟 當然不喝他的水 問題就是 你不就推翻他 消滅了他 是吧 要是完全沒有瓜葛 但實際上他在管治這個地方 你怎麼可以當他不存在呢 就是當年 如果日本在管治香港 你都不能夠完全當他不存在 起碼你會知道他在做什麼 嗯 知道什麼時候買米 什麼時候買米 什麼時候可能要你換軍票 什麼時候什麼什麼 你都要知道這些事情 是吧 好了 某個程度 你的兒子突然被軍隊拘捕去 你去不去講數 你不用把兒子救出來 就是這樣 是吧 這個世界就是 某個程度 我只是告訴你 這本書裡面我都有講 一個人要獨善其身 甚至有自己安好的生活 是異如反賬 對我來說 恭喜你 但是我不安於這麼做 但是我想問 我是不安於這麼做 真是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說你如果要獨善其身 有什麼都好 其實你覺得在現實世界裡面 你怎樣安頓你自己 而這件事是可以跟中國無關的 你覺得是做不到 是做不到 但是問題是 我跟他就算有關 也好 我不但不失我自己的信念 我自己所信的價值觀 而甚至我覺得 我會盡我的能力去做一切的事 希望能夠帶來一些改變 我只是覺得 這個世界當然最重要 就是你的理念 清楚 以及你自己本身的用心 是代表著 是一個正面的 正義的價值觀 其實 或者這個作為一個總結 你問我的人生觀 會不會是 你是否很有希望 是否覺得很樂觀 我就用卡茂 他的神話 神話就是不斷推石上山 可能會掉下來 或者他用瘟疫裡面 他的總結 那個醫生 他說瘟疫是不斷來的 我們只能夠作為我們 這幫醫生 盡我們一切的努力 每一次瘟疫來的時候 我們去跟他搏鬥 救到這一代的人 這個城市的人 我們盡力去做 將來瘟疫再來 可能是其他人去做 但是這個世界 黑暗的力量 這個一切 我們說邪惡的力量 是存在著 很多時候 甚至是 佔上風 控制著這個世界 但是歷史上不高 也需要有一股正義的力量 是需要 團聚 需要凝聚 需要團結 需要勇敢 去抵抗 那麼人類才可以活下去 而對正義的人 他也要告訴大家 在最黑暗的時候 我們知道是保持希望 保持自己的信念 人類的社會就是這樣 那你現在 仍然是有希望 是不是 我相信 至少不要放棄 放棄就是失敗的時候 好 多謝你 多謝何俊仁 拜拜 多謝你 感谢观看